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讲 昨天我们讲关带什么呢 就是关带本体的 关带因果的 这方面的根的分类 已经讲完了 今天就是讲关带 所有方面的分类 下面就是说 我们将关带缩 关带缩短的分类 以三数根据三种 前修缩短一枯根 九根缩短 心无根 非为缩短 然非善 他这里就是说 二十二根当中是 哪些是剑短 剑短这个名字就不用解释 获得剑短的时候 需要断除的 然后哪些是修短 获得修短的时候 哪些是缩短 还有哪些是非短 不是需要断除的 从三方面来提出问题的 这样的时候 十七论师在颂词里面这样回答 他说 一和三种树用 他这里就是所讲的 一根和 还有三种 比如说乐树根和一乐树根 一乐树根 还有色根 这色根三种 这三种的话 它具有三种 具有什么三种呢 就是具有剑短 具有修短 具有非所短 就是这三种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那个一根和乐树根 树根当中 树根里面就是乐树根 就是新树根 这个一树根都可以包括 他这里应该是新乐树根 就是新乐树根 所以这里有一点点差别 他这里的意思就是一根和 然后乐树根和 还有这个一乐根 还有这个色根 就是这四种根 这四种根实际上是也有剑短的部分 为什么是剑短的部分呢 因为你获得剑短的时候 你的一根和 还有这三种树用根 这三种树用根的话 实际上是与剑短相应的时候 这些都是属于剑短的所段 这是一个 然后它还具有一种修短的部分 为什么这样讲呢 所谓的这个剑短呢 就是刚才那个除了剑短以外的 还有其他的所谓的这个游鲁 凡是这个游鲁 不是这个剑短的 也不是这个无鲁法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剑短 就是因此这个呢 也具有这个剑短 就是也具有这个剑短 还有呢就是非锁短 就是非锁短呢 就是它也实际上是 就是带有一些这个无鲁法 为什么带有无鲁法呢 就是昨天我们讲这个 获得那个就是剑短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为之当之根吧 在为之当之根的群体当中 所存在的这个一根啊 乐根啊 还有那个就是一乐根和树根吧 就是一乐根和树根 就是那么这四种根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 为之当之根的这个周围 为之当之根的这个群体当中呢 也是这个存在住这些这个根 所以呢就是它也这个 如果是为之当之根的 这个它是无鲁法的话呢 就是那就不是这个剑短了 就是无鲁法呢 就是它不属于这个剑短的 因此它这里呢 说是这个一和三种树用的这个根呢 它具足这个三种 剑短修短和肺这个缩短 就是这三种具足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剑修缩短义枯根 就是这个刚才呢 就是具足三种条件嘛 就是剑短修短和这个 这个肺缩短就是三种 然后那个 只是这个剑短和修短 就是那就不是肺这个缩短 这样的有哪些呢 就是只有一个这个一枯根 就是一枯根 因为一枯根的话呢 就是它根本不可能有这个 无鲁的这个部分 就是它不会有这个无鲁的部分 然后一枯根的话呢 就是它也是有这个剑短的部分 就是以这个剑短这个相应的这些部分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剑短 然后与这个修短呢 就是相应 也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这个剑短以外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有鲁法 就是有关这个一枯根方面 就是一枯根方面的这些有鲁法呢 全部是属于修短的 就是因此呢 这个一枯根呢 就只有这个修短和剑短 就是它没有这个无鲁的法 就是因此在颂词里面说 剑修缩短一枯根 就是因枯根 然后呢 就不是这个剑短的 就是仅仅是修短 这样的有哪些根呢 就是它这里也可以这样讲 九根修短 就是九根这个 九种根的话呢 就是它是这个修短 就是那九种根呢 就是前面就是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有这个 耶尔比瑟森那个六根和 就五根和 再上面加上这个男根和女根 然后这个名根 再加上是这个酷熟根吧 就是酷熟根 也就是说是这个胜酷根 胜酷根就是这几个 这九个根的话呢 实际上是它不是这个剑短 就是它是这个色法 就是色法的一种这个有鲁法 就是在这个剑短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要求就是断这些 但是它是有鲁法的缘故 是这个修短就是 因此呢 这是这个修短就是 它不存在这个无鲁法的部分 无鲁法的部分 也不存在这个剑短的部分 因此这个二十二根当中 这个知识修短的 知识修短的呢 有九种根 就是九根修短 就是九根修短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心五根非为所短 然非善 就是心五根 就是它这里这个心等五根 心等五根的话呢 就是非所短 就是它这里这个心等五根呢 就是不是这个所短 就是心等这个 昨天我们说前面所讲的这个心等五根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不是这个所短 就是它所谓的这个不是所短呢 这都是这里面就是有这个无鲁的部分 就是昨天我们这个为之当着根的时候呢 就是不是最起码也是这个有七个根 其中呢就是有这个什么 就是心等五根 那么心等五根的话呢 就是它不是这个所短 就是因为它存在着一种这个无鲁的法 就是 然后它这里这个非为所短 非为所短 然非善 然非善的话呢 就是然呢就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表示它这个心等五根当中呢 也有一种不同的情况 就是实际上呢 它还是要存在着一种有鲁的部分 那么这个有鲁的部分呢 就是也应该是这个所短 就是当然这个所短呢 就是它可以根据它的这个情况看吧 就是比如说这个 它应该呢就是属于在这个修短当中 就是应该是这个属于这个修短当中 因为剑短当里面的话呢 就是它没有要求就是断这个心等 就是这些呢 就是不是这个剑到的时候 比如说信心啊 就是念啊 钉啊 金金啊 这些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获得剑到的时候呢 就是并没有这个要求断掉的 然后那个获得这个修短当里面 就是修短当里面 就是最后的时候呢 也应该是断除 为什么要断除呢 因为这个阿罗汉的话呢 就是最后要灭尽这个所有的卧着 所有的卧着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信心的 这些这个幽露的支柱部分的话呢 那么应该所有的幽露法呢 就是全部要断掉 就是所以这个心等五根呢 实际上是一种三法方面的幽露法 就是三法方面的幽露法 因此呢 就是这个要这个断掉的 就是然后他最后呢 就是说是散非 就是散非呢 就是三种这个五个根吧 就是为之当着根和这三种根 这三种根的话呢 就是非 非是这个并不是缩短的意思 那么就是这个完全是完全是这个 非缩短的有哪些呢 就是只有这个三种五个法 就是三种五个根 就这几个呢 就是这个完全是不是这个缩短 下面那个讲义里面呢 就是江洋罗特王伯讲得这个很清楚 我想是你们如果这个跟自私啊 就是其他讲义相比较起来的话呢 就是这次我们的这个遗本和江洋罗特王伯的这个讲义呢 应该是这个 在可以说是在汉文当中呢 就是恐怕那个居室的居室里面呢 就是应该是比较好懂的 就是应该完全理解是句实论的含义的 就是这样的一部论点吧 就是以前我们也这个看过很多的一些汉文方面的这个资料 但是有些呢就是太略了 有些呢就是太广了 有些呢就是太难懂了 就是这样的话呢 真正原文当中的这个颂词呢 让大家解释的话呢 我想恐怕有些这个谈译的这个颂词 一个颂词让你解释的话呢 我们这里一般说不要说这个没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也是恐怕这个解释一个颂词的 这个你不缠造这个罗特王伯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遗本呢 就是完全用这个谈译的颂词解释的话呢 就是恐怕很多的这个困难就是 因此呢他这里呢就是这个讲义呢就是也不光剥裂 就是应该就是让大家这个明白他的其中的意义 二十二根当中哪些是间断哪些是修断呢 以后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颂词和讲义都讲起来也是可以的 就是讲义也可以讲吧 讲义讲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加上大家这个理解 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讲义上面的道理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这个需要就是通达 他这里说哪些是这个非所断 然后他这里就说是义根与乐数根 就是他这个乐数根呢就是有两种 义乐数根与性乐数根 义乐数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语解当中的 一些和出产的这些呢就是可以说 但是第二三以上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性乐数根 就是因此他这里乐根呢就是是种的一种根吧 实际上都是他这个或者是这个义或者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性 就是这样来按理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呢就是在这个如果是乌鲁法 就是我们就是这四个根的话呢就是他有一种这个非所断 非所断的话呢就是他必须要牵涉乌鲁法 牵涉乌鲁法的时候呢身体上面的我们这个五根的这些根呢 就是全部是右鲁法 就是没有一个这个色根方面的这个色根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乌鲁法 就是所以呢就是必须要这个在性方面的这个性的群体当中的这些根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称为这个乌鲁法就是因此在这里呢 就是就是勒书根吧就是勒书根和易勒书根 四根三属用根是这个间断 修短 非所断三则都均有 因为它们与间断相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间断 此外其他的有鲁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修短 而无鲁法呢就是这个非所断就是当然这个呢就是 就是乌鲁法的部分也是昨天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为之当之根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就是这四种根都是可以居住的 因此呢就是那么这四个根呢就是它居住这个三方面的间断 修短 非所断就是全部都居住的 然后间断 修短 缩短的是一枯根就是那么这个这是这个间断和缩短就是不是这个非所断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根呢就是乌鲁根就是它呢就是相应间断的乌鲁根为间断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相应间断的这些乌鲁根呢就是全部是那个间断 然后相应修短的相应修短的乌鲁根呢就是是这个修短就是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是这样讲的 凡是这个相应有关对修短方面的这个根相应的话呢就是这个称为就是修短 然后那个有七色根 明根 枯数根 此九根是修短就是这个是单独修短就是它不属于这个间断 为什么是它不属于间断呢它们的所短但不是这个间断之果就是它是这个所短就是应该在这个有路法的缘故就是应该是这个所短 但是它呢就是不属于这个间断就是间断呢有八十八种 八十八种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严根的这个什么严根啊 明根啊就这些是所短 就是这样的概念呢就是是没有的就是下面应该讲这个八十八种修短 在间断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样安定 因此它们呢就是不但不是间断之果就是它们是它们是这个所短但不是这个间断之果 然而心等无根无罗法是这个非所短 因为它们是无罗的缘故 然子的意思说心等无根也有一些这个有罗的部分是这个修短啊 就是它那个然子里面呢就是包括是心等无根的话不一定是完全是这个无罗根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有罗的部分 这个有罗的部分呢应该是属于在修短当中 最后三根是非为所短 为什么呢就是它们是这个无罗法的缘故 都是完全是这个非所短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无罗法 无罗法哪里有一个所短呢就是所以呢应该是这个非所短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关这个呃就是间断修短和非所短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分析 下面呢就是根断修短就是分两个方面 就是第一个是德者德根之力和色根之力 就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呃就是说这个呃就是德根之力吧 就是我们这个呃就是在这个愚界也好 这个色界也好无色界也好 就是同时就是得哪些根啊 就是在二十二根当中的话呢 就是得这个哪些异俗根 就是它这里的根呢也有一些限定性的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二十二个根就是在得哪些 就是并没有这样讲 他二十二个根里面呢就是属于异俗性的 啊就是异俗性的就是跟呢就是 得哪几个根就是他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呢就是呃 语解处的二一所呃 化身并非如此 呃 distinction 并非如 lasci 呃并非如 déc 呃 彼得流根呢 火其巴 色界俄根 无色一 他这里说呢就是呃 呃我们这个获得这个转生 不管是在余界当中还是这个色界当中 或者就是无死而解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同时得到 就是重新获得的这个根呢 就是有多少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瑜伽处的二因素 就是我们这个专生到瑜伽当中 就是接生在这个瑜伽当中的时候呢 重新获得的呢 就是有两个根 就是两个根是什么呢 就是圣根和名根 就比如说这个 你在这个入胎 就是入胎也好 就是除了这个化身以外 就是化身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禄根 就是全部这个同时居住的 所有的这个因素根呢 就是同时这个居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比如说这个 严根二根必根呢 就是这些都是 在同一个这个世间当中 就是全部圆满的 这个呢就是不属于的 一般来说是这个太僧啊 这种乱僧啊 或者是这个就是世僧啊 就是那么这些这个三僧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瑜伽当中的 这些三僧的话呢 就是他同一 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同一个世间当中 居住这个两根 就是居住两个根 那两个异素根呢 就是圣根和名根 就是因为比如说 这个他在这个入胎 入胎的时候呢 就是最初最初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严根二根 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生根已经这个形成了 生根形成的同时呢 就是名根也是同时这个形成的 因此呢 就是在这个所有的一束根当中呢 就是他只有这个名根和色根呢 就是他这个最初的时候这个形成的 就是所以这个是 从这个瑜伽的角度来讲的 瑜伽当中呢 就是这个一束根是这样的 当然这里是指的这个一束方面的 就是昨天我们这个一束和非一束之间的 这个差别呢 也已经降了 但是居士轮他有一种这个特点 就是他那个前面的每一个名词 和每一个数量呢 就是一定要最好是这个掌握 就是如果这个掌握的话呢 就是后面遇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这个容易了 就是如果你前面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讲的这个一束 一束的分呢 一束这个概念呢 这些没有动达的话呢 就是后面呢 就是他就不管这个 你是这动达没有 就是然后经常替这个名词 经常替这个名词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有点这个 好像这个在脑海里面呢 就是出现一种这个云雾 就是然后呢 就是遮蔽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的日光 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 就是显现不出真正的这个阳光了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说是这个余界当中 最初呢 就是得两种这个一束 就是然后华僧并非是如此 就是这个华僧呢 就是在这里面 就是没有包括的 就是我们余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华僧呢 就是没有这个包括 因为这个华僧的话呢 就是他有刚才所讲的一样 就是他一方面呢 就是他的这个圣格呢 就是这些是这个同时这个具足 就是有这种这个能力 因此呢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包括在当中 就是没有包括 如果这个华僧呢 就是就是真正你这个华僧 就是增加这个算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还有这个很多的 这个更这个要具足的 就是他这里这个意思呢 如果你这个华僧就是已经这个包括在里面的话呢 因为这个华僧的话呢 就是像我们这个余界当中的有些天人呢 就是也是这个华僧的 就是然后以前的这个像那个僧天伦司啊 就是有些这个莲花里面就是降生的一些大德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属于华僧的 然而这个最初吧 就是最初的这个初戒的这些人们的话呢 就是他们也是这个华僧的 这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些这个华僧呢 就是不包括在这个里面 不包括在这个里面 就是如果是这个按华僧而讲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根呢 就是这个流根啊 就是这个流种根这个具足的 就是首先这个最初的时候呢 就是严根无根和这个明根啊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最初的时候 如果这个华僧而言吧 就是在余界当中的 不管是天人 还是这个人间的一个华僧而言的话呢 这个他的这个流根就是最早的时候 就是流根这个具足的 因为这个亚尔比斯生和 然后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明根 就是这六个根呢 就是同时这个具足 同时这个产生 就是同时这个产生 然后如果这个这个华僧呢 就是他具足这个男根女根 就是他是这个良心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也有这个 因为余界当中的话呢 有些众生 比如说像那个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啊 就恶趣里面的有些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恶业这个现前 一般来讲是在四生当中呢 我们下面还在讲这个 第三品里面就是还在讲 所有的这个四生当中呢 一般来说是 华僧是这个最殊胜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不殊胜的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这个地狱里面的一些众生啊 就是有些这个恶趣的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是属于这个华僧的 那么这些华僧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二根都具足 就是男根女根都具足 这样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在六根上面呢 就是如果具足一个根的话呢 就是男根或者是女根的话 比如说这个 像这个初戒的人呢 就是他具足了这个六种 就是六根 他这个后来的一些华僧的话呢 那么其中具足一个这个 这个性根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具足这个七根 如果是他具足这个良性的话呢 就是那么他具足这个八种根 就是所以他这里 这一层呢 就是讲这个欲戒吧 就是欲戒呢 欲戒出的二一所 就是首先是一般的欲戒呢 就是他这个两种一所根 然后华僧呢 并不是如是 华僧呢 那么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说一般的华僧呢 就是具足六根 就是然后就是特殊的一些 这个比如说具足良性呢 就是这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具足这个七根的也有 具足这个八根的也有 就是刚才这个六根上面呢 就是加上这个 就是两根的话呢 就是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这一层呢 就是讲的这个欲戒的这种 这个就是德根吧 就是德根 就是这里面根呢 就是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一宿的根而言的 并不是这个所有的这些根吧 就是本来这个所有的这些 像这个一根啊 就是这些都是在同时可以具足 同时可以这个产生 但是他这里那么属于一宿的 属于一宿的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一般来说是 他那个有关这个色根 就是色根方面的话呢 就是属于这个一宿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色结六根 就是如果是这个色结吧 就是如果这个色结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 他呢就是一定是这个具足 这个六根的 就是六根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 这个眼尔比色生和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名根 就是那么色结的这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具足这个六根 就是然后这个五色结呢 就是一就是 他这里就是色结六根 五色一就是 五色结的众生的话呢 就是他只具足一个名根 就是他本来说 还有这个一根啊 就是色根啊 就是这些的 作为五色结的 五色结的众生来讲是 还是有 但是呢 有关这个艺术性的 艺术性的这些这个根的话呢 就只有一根 就是什么一根呢 就是这个名根 他那个名根里面 有些属世论的教义里面呢 就是说是这个三界的生命 三界的宿命呢 就是就叫名根 就是有些这个 以前的论师呢 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就是有些这个 然后这个宿和名吧 就是宿和名呢 就是有时候就 讲义里面 就是也有这个一些分开的 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宿的话呢 就是我在这个寄生当中呢 就所谓的这个名呢 就是在这个同类而存在的 然后这个宿的话呢 就是同不但是同类而存在的 还有呢 就是就是结生于这个下意识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信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信 也就是说是这个不相应信吧 就是这样的这个信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宿命 但我们一般那个实经论识的话呢 这个宿和名呢 就是不分开的 就是这个名呢 就是实际上是 就是所以这个信和名啊 就是这些是在聚世论当中 是还是这个分得非常这个清楚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终生的意识啊 就这些是属于在这个宿运当中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 属于这个宿运里面的这个 然后那个终生的这种命呢 就是属于在这个信里面 就是不相应信和那个相应信 就是相应信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信所 就是不相应信呢 就是像名啊 得顺啊 就是这些 因此呢 一般来说那个 所谓的这个名也是 是应该这个具足 这一点大臣也是应该承认吧 就是有时候那个大臣 也是我们的这个生命 就是所谓的这个生命的话呢 就是人的今天是这个 现在我们是这个人的生命 然后这个下一辈子的话呢 就是我的这个信的相续是一样的 但是下一辈子如果我变成一个牦牛的话呢 那么下一辈子是我这个牦牛的这个命 就是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是人的命就是 那么这个信的相续呢 就是当然是这个 是这个一同的 就是所以说 这些呢就是在有关这个艺术方面 也可以这样分类 就可以这样分析吧 下面我们就是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我把那个松子上已经讲说完呢 就是讲义里面应该好懂 专生戒生是一属本体根呢 就是一属本体的根 有多少是重新获得的呢 就是它是一属本体的 就是并不是这个其他本体的 就是一属本体的根呢 就是有多少个 然后瑜伽专生戒生是一属本体的根 就是本体的二根就是重新获得 也就是说是身根和命根 当时是没有这个严根 但如果严根当这个具足的话呢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瑜伽的众生呢 然后可能实生也是这样的就是 实生的话呢 它是次第性这个产生的 这个华生的话呢 就是它是同时产生的 就是所以它有些这个具实论里面 就是讲的也比较这个细致 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虫呢 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已经成熟了有些实生吧 但实际上呢 就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过程 慢慢慢慢它的这个身根具足的 因此最早的时候 它的名根和身根呢 就是已经具足了 但是这个时候严根二根 逼根当当 就是其他呢 就是没有这个出现 就是虽然有一根 但一根和四根呢 但它们呢 就是不属于是一所 因为此二者是 专时烦恼性 就是它是这个烦恼性 就是昨天我们这个讲的 这个有些是善性 有些是艺术性吧 就是因此它那个 那就是专时这个后世的缘故 就是这个是烦恼性 就是因此它这里面呢 就是没有这样分析 所有的专时节省度 一定是这样的吗 华生并不是如是获得的 那么它是怎么样获得的呢 如果华生是像初劫 像这个初劫的人那样 无有这个男根 就是无有男根与女根 因为初劫一般那个人类历史上 也是这样这个讲的 就首先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庄稼也是这个自然庄稼 然后这个男女也是 是没有这个生这个贪心的 就是所以男根女根呢 就是都是没有的 则有艺术本体的六根重新获得 就如果是瑜伽当中的最初的华生的话呢 就是它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即燕等五根与这个名根同时获得 如果具有男根女根旗 就是则有七根重新获得 就是具有这个华生的话呢 就如果它这个后来的一些华生一样 就是居住的话呢 那么就是男根这个女根 就是后来呢 就是它就形成吧 就是形成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种这个华生吧 就是这种华生 初劫的这种华生和这个 后来的这个华生呢 就是不同的 后来的这个华生呢 就是是也有这个男性女性的 就是所以这种呢 就是获得这个七根的 然后具有男女二根 就是再加上 就是加上这个两个吧 就是这样共获得八根 若文华生是三秒的圣处 为什么是他会有良性呢 当然三句当中是没有的 但二句当中确实是有的 就是这一点就是下面还在这个讲 色戒的接生是获得严等五根 与这个名根 就共为这个六根 就是色戒的这个产生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严等五根 因为他那里这个色戒的话呢 也是这个像华生一样的 就是不是那么 这个一般来就是在年华当中 或者是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形成的 这样的话呢 就不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 就人的话呢 先这个形成身体 就是这样的 但这个色戒的化身 色戒的这种化身呢 就是严等五根呢 马上形成 这时候名根也是在形成 无色戒重新获得的 一属本体之根 只有一个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 唯一的名根 就是名根以外呢 就是虽然有色根和义根 但是呢 这些都是不是一属性的 因此一属本体性的呢 就只有这个名根 就是在无色戒当中呢 就只有一个名根 就是名根 所以这是那个 讲这个三界当中 有关这个什么 就是一属性的这个获得 就是这方面 就是得根方面的这个分析 下面呢 就是这个色根之类 就是那么你死的时候 你在降生的时候呢 就是得这些一属性的根呢 就是这样得的 那么下面那个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就是灭掉 也就是说是熄灭那些根呢 就是那么好像记得 下面这个讲的时候呢 就是他可能没有分那个一属吧 就是前面就是得根的时候呢 就是一属性的根是得多少 就是他这样分的 然后下面这个色根的时候呢 所有的二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同时这个色哪些 就是可能就是讲这个问题 下面呢 就是在这个颂词里面这样讲的 无色戒中死亡 是名以色根同时灭 就是他这里这个死亡的时候吧 就是死亡的时候呢 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得根 就是这样获得的话呢 那么死的时候呢 就是重新同时灭的有哪些根呢 是这样的 这个无色戒的众生吧 就是一个无色戒的众生呢 就是他死亡的时候 他捨起哪些根 他灭进哪些根呢 就是名根和义根和色根 就是这这个三种根 就是无色戒的众生死的时候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名根和义根 色根三根呢 就是同时灭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刚才那个得的时候 无色戒的众生呢 就只有一个名根 就是他是这个异属性的吧 然后非异属性的呢 这个色根和义根 因为异属性呢 什么这个无色戒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一般是这个死的时候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一色 色根就是心态 就甘肃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勒根当中也不会死的 就是苦根当中也不会死的 就是全部是在色根当中这个死的 所以呢 就是无色戒的这些众生死的时候呢 就是他会这个色气 就同时色气什么呢 就是名根和色根和义根 这样这个色气的 但这样的这个色气的方法呢 就刚才也讲了 就是只有这个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处 现在的这个处呢 就是还成这个下一辈子的这种处 并不是像歪道这个所讲的一样 我的这个义根呢 就是从此以后就断绝了 然后这个色根呢 就是从此以后断绝了 并不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个无色戒的这个色根和义根呢 现在比如说这个无色戒的众生呢 就是在死了 死了以后呢 就是暂时把这个无色戒的这个相续的这个根呢 就是断了 就是灭了 就是灭的时候 就是下一刹那的话呢 就是他就马上这个戒上 这个戒身于这个中阴 中阴的时候呢 就是他有这个中阴的这个根 然后这个中阴的根呢 就是他就换成了就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色戒的一个众生呢 就是死了以后 马上就转生到这个 这个欲戒当中 那么欲戒当中的话呢 就是原来是这个无色戒的这种一个一个 现在的话呢 就是他就马上这个变成了这个色戒 欲戒的这种这个一根 就是因此在他这里呢 就是一世这个不断灭 就是然后这个命根呢 就是这些是换成不同种类的这个命呢 因此在我们这个居士分析和英明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心 人死了以后 心就是不会灭尽 就是那天我们前世精神论当中 也是这个引用了一些 就是引用一个十两论的这个教证吧 就是大家也许这个记住 所以这个十两论的教证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前世的这个无处呢 就是换成这个后世的这个无处 就这个呢就是还是有一个深深的这个道理 就是应该我们这个人们众生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前世后世 在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人的这个意识 就是这一辈子的意识完了以后呢 就并没有这个间断 就是这个呢 下面我们还要在这个 也有这个叙述 但这里呢 就是也应该通到就是这个道理就是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灭呢 就是他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白天的这种这个现现灭的时候呢 就是晚上的这个现现呢 就是已经这个出现了就是 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能认为是这个世界呢 就是全部永远就断了就是 也不能这样说同样的道理 可是有些现在愚痴的人的话呢 就是他认为只有这个 眼前的这个灭完了以后呢 再不会有这个后世 那这样的话呢 有些这个中观里面说是 就不承认后世的人呢 居然不承认明天的人一样的就是 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这些人呢也是这个也太愚痴了 太愚痴的话呢 就是从道理上根本这个说不过去的 就是因此他这里呢 就是明以色根就是同时灭 然后色界之中 就是如果这个色界当中这个死去的话呢 就是那么色界当中呢 就是他就同时灭这个八个根 就是那八个根呢 就是前面我们就是讲的这个 在色界当中呢 就是不是已经重新获得了这个 燕尔比斯森这个五根和 还在上面加上一个这个明根 就是在这个明根 然后在六个根的上面呢 就是加上一个一根和色根 就是一根和色根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色界当中死的众生呢 就是他就同时灭八种根 就是八种根 欲界十根会九根 然后欲界当中如果死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前面的这个两根 如果这个具足的话呢 就是那个欲界当中这个死的话呢 在八者也就是说那个 就是前面的色界的这个八根吧 色界的八根呢 就是一般都是这个具足的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如果是一心的话呢 就是他就灭除这个九根 如果是那个 这个良心的话呢 就是他就灭除十根 所以呢 十根或者是这个九根 或者呢就是八根 就是他就灭除这些根而死亡的 就是欲界十根或九八 此地二死四根灭就是 那么这以上的话呢 就是可以说是同时死亡 就是同时死亡的这个角度来讲的 如果是这个此地二死 此地二死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会灭除这个四根 灭除四根 然后呢 就是当然这些呢 就是全部是所谓这个无极法 或者是烦恼性的状态下 这个死而言的 如果是这个众生用三心当中死的话呢 他可以增加什么呢 就是心当三法的五根 但这个五根全部可不可以加呢 很多讲义里面都已经加了 也应该可以吧 刚才那个无色戒本来死的时候有三根吧 然后现在无色戒的众生 如果在三心状态下死的话 再加上这个五根 就是中共用八根这样来死的 然后这个色戒的众生呢 就是死的时候就是本来是有八根吧 然后这个在如果三心的状态当中死的话呢 就是再加上这个五根 就是再加上五根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十三根当中这个死亡 就是也可以这样一次略推 下面我们就是讲那个讲一 既然这个根是如是获得 那么死亡是有哪些根重新灭尽呢 五色戒中众生死亡的死亡是名以色根 就是色素三根同时灭 这是这个五色戒 然后色戒众生在前六根的基础上 前六根是刚才前面这个色戒当中 获得这个根的时候不是有六根吧 就是燕尔比色生和名根就是六根 在上面加上这个一根和色根 共为这个八根二灭尽 欲界中如果有良心 在八根的基础上加上这个 在二根共为十根 若基础是其中是一 再加上一根共为这个九根 或者呢就是无有这个良心 就是没有这个心吧 就像这个狮女 就是有些这个无形狮女吧 他这样的这个宗生呢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只有这个八根就是二灭尽 这以上都是同时死亡而言的 而此地死亡除化身外 其他的三生都是四根 就是四根重新灭尽 那四根呢就是生和名和义和色 这是三生当中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世界同时死亡的话 刚才那个或者是三根 无色戒的话就是三根 然后色戒的话就是八根 欲戒的话就是十根八根九根等等 就是这样分析的 这是这个同时而死 就是同时而死的话呢 就是他的那个根呢 就是灭的比较多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如果不是同时 就是一次地而死 次地而死的话呢 就是那么最后死的时候 你有多少根 就是算这个 次地而死的话呢 就是他前面的这个很多根呢 就是提前已经灭了 那么最后死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生根和名根 义根 还有这个色根 就是这四根呢 这四个根就是最后的时候呢 就是这四个根会灭尽的 烟灯以前已经灭尽 就是比如说烟灯啊 就是这些的话呢 首先我们有些是这个 次地而死的就原因吧 就是首先都是眼睛也看不见了 然后耳朵也听不到了 我们这个有些大圆面里面 就是什么这个智智教研呢 就这个时候呢 首先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眼根已经这个一磨 然后耳根已经一磨 再加上这个色根已经一磨 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 就是其他的这个外面的 这个路根都基本上是已经磨了 但是这个生根呢 就是最后 这个所有的这个色根当中的话呢 色根 生根的话呢 就是最后会这个流下来的 然后这个明根和义根和色根 就是他一般众生死的时候 下面还在讲这个 一般来就是在这个 乐根当中和苦根当中 死的就是几乎没有的 就是全部是在这个根呢 就是在树根的话呢 就是一种断射当中会这个死的 肯定是也是吧 就是最后死的时候 很快乐的就是断他的命 可能是这个没有的 除非是有些修行特别好的人以外 一般那个最后这个断命的时候呢 就是在一个色根当中 然后这个一根呢 当然是他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意思的这种根呢 就是会这个要换的 就是要断的 灭尽的 就是所以说 他这里呢 就是生命以色根 就是 眼等根呢 以前的一件名 并非是最后死 有时才灭尽的 并不是最后死有时才灭尽的 不是最后死有的时候 他这里有呢 就是这个死有中有 就是这个意思 死有的时候就是才灭尽的 这以上是就在无激发与烦恼心的状态下 就是死亡而言的 然后在这个三心 这个三心当中死亡的角度来说 三界都可以加上这个心当五根 如此五色界呢 就是变成原来不是这个色根吧 就是三个根 就是然后再加上五个的话 就是八个根了 然后其余的也可以这样一次略推 他这样的这个三心 也实际上是这个俱胜三心 就是下面还在讲这个俱胜三心和加性三心 就是有两种 一般那个这个加性三心上呢 就是不能这个死的 就是应该是在这个俱胜的这个三心当中死的 俱胜三心当中死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也应该就是上面的这几个心当五根呢 就是就是这个具足 就是在这个三心当中呢 就是他这个明显和不明显的方式来具足 因此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三心当中死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具足心当五根 就是用这个角度来这个分的 所以呢就是其余的也可以这个一次略知 今天俱胜论讲到这里 全市集会是 lett说的 在这个博家里面 4月21世纪的烈肉 4月21世纪 Claids 2月му牠和5千万峰 5五根或者5千万 оруж顺 5根 bre不省 2月22日米 2月21世纪 2月20万5千万在 Sanjum 5根5 locations 5世纪 5千万人 5千万在庚赚 5遠4千万 mil 4千万人 5千万在地盒 Euro千万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